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女嘉宾受到之前那段感情的伤害很大 煎熬 其实现在一提起来的时候眼圈还会泛红 那会不会影响你接下来再接受新的感情 也影响 有时候我都不想接受 不想找了 不想找 但是呢 儿子再三条说 让他有病了 说得尿毒症了 故人护理 儿子让我去护理 所以一天给我三百四百 我说我也不要 他故人护理四百多 儿子媳妇怀孕了吧 儿子上班又特别忙 教练一天 饭都吃不上 那他以后他还得吃红月子 那肯定得吃红月子 喝了 我就给他接回来了 接回来了 身体好好了 根本也不是说尿毒症 就是肌肝高点 吃肾结石 完事了 又开始老毛病犯了 我后悔了房子给你 又骂骂吱吱的 我说告你赶紧的 我就不养大爷了 我也不缺爹 你说的这些事是多长时间之前的事 就是我上台以后 他们知道他姐 知道我上电台了吗 我就让这几个姐 怕我找了 看我牵手了 就让我儿子 给我儿子的压力 她是离婚的不一样 离婚的她是孩子在当家教过 她说阿姨你 那你跟他俩 他回来之后 你俩又相处了多长时间 没相处 他就跟这 他是这不给社区报连珠房了吗 我也跟他去等一个户口 给我都没等到 完了连珠房说等半年的 完整不疫情一次又一次的吗 咱是个人住 我说我也不要你房钱 对不对 你说这女的二不 房子下来你赶紧撤 你俩没好 阿姨你说你俩没好 但是在外人根本就不是好不好的事 不是好不好 那不是好吧 你再给他机会 他俩都乱 我的房子吧 是不月城吗 楼上楼下 楼下是给我儿子 等着我孙子来那样的 就是儿童那个二人床 他就看那有床 他就赖了不跟那住呢 我楼上 我照样楼上两套床 现在呢 现在是什么 现在跟那住呢 现在还在那住啊 住呢 就等着这个时间 完了他现在有时候耍赖耍的 他灵魂是假的 为了要房子嘛 我说你 他知不知道你今天来爱的选择 不知道 如果他知道的话 他会怎么样 哎呀 他看这个 都是假的 梦不叽叽的 哎呀 不搭理他 就是那样 那我想问问我们男嘉宾 你听完了我们女嘉宾 在讲述他的前夫回来 又住在他的家里 这段你介不介意 这个肯定要介意的 你不也是那样吗 还说谁 他就是怕我领而往家来 我找个男嘉宾 我找个男嘉宾必须丢我房子 为什么呢 我上家了你管我哈 我上别人家你管不了我吧 我现在打工那个外边的中点工 我照顾一个老两口一个94的 一个老伴八十把 一天去三次中点工 也就是你想逃离那个环境 让他找不到你 对 我就是不给他少跟他接触 那个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哈 我就特别想弄清楚 刚才你跟主持人聊的时候 你有一句话 他说我照顾他生病 他生完病之后 他还是没改 还是没断 那我想问你他病好了 他要断的话 你这个机会是不是就能给他了 不能给 这个杯子打碎了哈 能咱咱咱了吗 那你俩还挺好 挺不安配 我跟他感觉一点没有 就是为了孩子保持对着心情 我现在不恨了吧 恨也没有用 恨我自己不开心 就是儿子的弟 我没办法 儿子知不知道你来的选择 他知道 就是现在我儿子也没有办法 也不能打他妈的 那你儿子知不支持你再找新老伴 是的 我儿子听我的 我也尊重我儿子的意见 他认为他爸爸还可以回来吗 不可以 但是我跟你说哈 这个阿姨你前夫这个人 我估计他找也不好找 他不好找 你听我说他家里人不管 我觉得说实话 我觉得你这个前夫你甩不掉 就你甩掉了 你儿子也甩不掉 然后感觉他好像就是想赖着你 或者是 就是这个房子 不见得是跟你也有感情 或者是夫妻 我觉得这一生不好的情况之下 他就想让你照顾他 他就想赖着你 对 那挺麻烦啊 所以他还是给他出主意 怕我找没有人像我这么照的 好 好 好